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多方跌到这里势必也不愿意罢手 毕竟第四季尤其是进入到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 12月份集团也要做账 大股东也要拼 那法人的部分从外资 投信 自营商 受险 银行 大家都在努力 所以其实我认为基本上整个12月的行情不至于走得太糟 除非是说国际盘真的有突发的利空 否则来讲的话 这些所谓的震荡修正 应该都只是针对先前比较过大或过热的涨幅 来做技术性的回档 因此大牌我们先把支撑先界定出来 基本上我刚才有提到 最近其实都是在半年线这里 去做一个多方抵抗 所以短线上面半年线所在的位置 大约在10538可以先视为是目前短多的防守点 那只要半年线没有被跌破的话 基本上各股就还是能够有各自期待的空间跟发挥的题材 那但是以上面的空间来说 当然外资12月它会开始休假 有的外资可能是从12月的月初就开始休 那有的可能陆陆续续到月中 那大部分到了12月的下旬的时候 基本上外资都不见了 所以外资的买卖动作会越来越少 所以台北股市你说如果少了外资这个最大咖来撑腰 那真的说要点火大涨 这个可能性也不高 所以下涨的空间把它界定出来之后 那上面的压力我们也必须告诉各位 我认为10882非常有可能 就是今年台北股市的最高点 2017年就大概是在10882为止了 所以上下空间我认为在接下来12月份 在没有意料之外的变数产生之下 应该都不会太大了 所以最后的一个月你要怎么样来充斥跟规划呢 就不必太在意指数的变化 指数只会有区间 但是个股飞天顿地的很多 那我这个人其实在投资理财这件事情上面 最重视的就是风险 所以与其我们说飞天顿地的个股很多 飞天代表还能够继续往上标的 那顿地的代表要拉回修正大跌的 这种股票其实同时都并存 可是我会更想要让各位先去思考风险在哪里 毕竟很多人会告诉你 现在有很多的标股可以赚钱 是的没有错 因为年底要到了做账嘛 那再加上明年第一季又是做梦 财炮撑空期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股票会很强 可是温小师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我希望你先想一想 你手上的股票还能不能再爆下去 这个比较重要 那把一些呢 接下来还要再跌 还会再破底的股票先出托 先闪掉风险 把资金收回来 那接下来你才能够去买所谓的标股 这才比较有意义 而不是你一边在看盘面当中有什么标股 你又去买新的股票了 可是呢你原本手上旧的股票 你又不管它 然后让它一直跌下去 那就很糟糕 上个礼拜我其实有跟各位花一点时间去谈 目前有一些族群 随着年关将到 那卖压其实越来越重 那这个卖压不外乎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主流股 从第一季开始就有利多 一直延续到第三季 第四季 那整个涨幅非常的大 那国内其实做代操的一些业者 私下让我知道跟我透露 大家基本上呢 今年的绩效奖金都非常的好 所以剩下最后一个月的状况之下 其实做代操的人 他不太想再去拼了 因为这边在拼你可能只是把过去 能够守得住你原本的获利就不错 那万一不小心 很可能获利还被咬回去 所以大致上很多代操的业内 都是在做结账了 所以很多股票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利多不涨 那上个礼拜我是没有直接给大家答案 我希望是给你一点时间 自己去留意思考一下 那经过这个周末 我可以略举一些族群 看看我所讲的一些族群 甚至个股 跟你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不是一致 那今年的记忆体很强 对不对 那大家都知道记忆体 有包含像DRAM 有包含像Netflash 有包含像Noflash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股票是什么股票 南亚科 那大概在过去这一两个月以来 你只要打开报纸 网路新闻搜寻一下 你看到南亚科每一篇都是利多 可是我所看到的是股价 却出现了大部分都是黑K的形态 从10月到现在 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南亚科没有几根红K棒 几乎都是黑K棒 那目前呢 它算是跟大盘有点同步 也来到了半年线附近 不过看起来抵抗的力道 反而没有大盘来得明显 那当然南亚科 它代表的是 低润 目前获利最好的一档股票 那如果说在低润这个族群里面 获利最好的公司 股价呢 都走这个样子 这样的形态 那你可想而知 其他的个股当然也会有压力 那虽然南亚科是台数集团 可是你要知道 集团的作涨 并不是说 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也不是说 到了最后一个月 它才要爆发 像南亚科今年 其实整个就已经是大涨过了 所以集团应该不会把重心 放在这个位阶 这个时间点上的南亚科 那记忆题我们如果再往下去看 这是望红 No Fresh 那基本上呢 这个现行也是很明显呈现什么 高不过高 反弹不过高 拉回破前低 高不过高 反弹不过高 拉回破前低 那其实望红也是一档 今年在前面大涨的时候 散户呢 都不太参与的个股 因为一开始大家认为 它是全额交割股 那真正散户开始大买的时候 就是呢 外资把目标价一直调高 而且外资投信都在那卖方的时候 也就大概差不多55块到60块了 散户才开始因为有信用交易 开始融资大买望红 结果法人一直出托 那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到 同一个族群里面的滑榜店 股价呢 虽然跌得比望红少一些 不过呢 这个基本上呢 也是一个复合式的头部 一律慢慢产生 那就看这个颈线的位置 颈线如果跌破的话 那这个复合式的大头就完成了 那滑榜店能够比较抗跌一点 其实是跟它的所谓现金争治有关 当然现金争治如果说 这个支撑股价的理由也消失了以后 基本上你要小心 滑榜店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望红 那这个还是跌的比较少的 来我们看一下群联 Netflash的群联 也是记忆体的公司 从419已经跌到300以下了 等下200多块钱 这个呢早从8月份就见高点 做头往下 所以后面指数明明还在大涨 创高的时候 群联早就脱队了 所以第一个最大的产业 就是记忆体 这相关的一些个股 其实利多今年是不断的 一波一波一波 可是股价其实是最诚实的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本书 叫《现行会说话》 这本书非常的畅销 在电视上不是在跟你做广告 因为你要买也买不到 早就销售一空了 但是我其实在很多年前 会写这本书 就是希望告诉散户 你在产业研究的实力 或者说经验各方面 可能没有像法轮 这么样的具有专业水准 可是你们能够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去聆听股价的声音 看股价的变化 从现行来感受 它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个股 所以叫现行会说话 今天先跟各位公布一个产业就好 不要一次讲完 当然我强调 魏杨老师所有出发点 都希望为各位好 股票市场当中就是趋吉避凶 先怎么样避开风险 再求怎么样把资金压在对的股票 对的标股身上 其实台北股市我认为 有危机产生的 或有头部一跃的族群 不是只有记忆题 还有 或许今天讲一个产业 你觉得听了还不过瘾的话 明天后天这礼拜持续锁听我们节目 我们每天会跟大家报告一个产业 去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当然你想要一次了解更多 除了要知道怎么样去避开风险 同时你想要知道 如果现在要换股 太弱换强 资金往哪摆 才是真正有机会 在12月大赚的 而且还能够安心的去报到2018年 继续标继续赚的 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直接来到我们的演讲会场当中 你可以听得更清楚 更深入完整的内容 会在这个星期的周末 而且不是只有台北地区 因为我们在11月23号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在台北平日的晚上 办了一场讲座 当天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是在平日的晚上 而且台北的朋友记忆游行吧 那一天晚上还蛮冷的 气象预报不但是温度降低 还可能会下大雨 结果我们接受大家 乐情的回应 乐情的预约 本来场地我们租借了两个教室 人不够做 我们扩大租借了三个教室全部打通 这个场地 大概按理来说 做到180个人 应该就是非常紧密了 结果现场来了200多人 甚至有一些支持威廊老师的朋友 全场都是站着聆听 那非常非常辛苦 你可以看到后面都有些人都是站着 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大爆满 这是上个月的台北讲座 那当然也有一些投资朋友呢 因为是可能本身有一些行程上面的冲突 所以没有办法很顺心的来报名这一次 11月23号讲座 也因此我们特别回应大家的需求 我们特别加开了讲座 而且这一次一半就是 连同中南部的朋友一起来协助大家 服务大家 所以在本周六威廊老师要到台中以及高雄 跟大家见面 这个礼拜六12月9号早上10点钟的台中 下午3点钟在高雄 那另外呢 在礼拜天的部分呢 则是在台北 我们会再办一次讲座 而且是最后的一次 那以照顾上一次呢 没有报名成功 来不及进场的朋友为优先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参加过11月底的上一次台北讲座的朋友 希望您就包容体谅一下 这一次我们把定位的权利优先让给其他还没有报名的朋友 那这一次我们换了一个场地 特别真的是团队想尽办法去租接到一个更大更大的场地 比上次那个场地还要更大 就是希望大家这次可以做舒舒服服的 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位置坐 那而且不但有每一个人都有舒服的座位 可以好好来聆听学习之外 我们也会帮每一位预约成功的朋友准备精致的讲义 所以你还会有书面资料讲义可以做参考 可以带回去 那这所有一切都是基于一颗回馈跟感恩的心 所以完全是免费的 开放给大家免费入场 但因为座位有限 所以您一定要亲自电话报名 确认成功 那这三场讲座也将会是 温永老师今年在投资讲座上面 最后的据点 所以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那我们希望透过讲座 第一个告诉大家 现阶段你的持股要怎么调整 有哪一些产业利多不涨利多出井的 你一定要避开风险 先不要亏损 再来找赚钱的机会 第二个我们要告诉大家 年底最后12月的充斥 有哪一些有利基性题材的个股 可以好好来锁定 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讲 2018年你要怎么样挑股票 找到真正具备倍数爆发力的个股 或者是大波段上涨的转机标股 这种倍数的成长股 或转机的标股 究竟要怎么样来做寻找 有什么样关键的投资线索 温永老师会跟大家做个分享 所以这一次的讲座 不但有很多丰富的知识内容 要带给各位 还有好的股票 也希望直接在当天 跟各位做个分享 所以这一次的机会 各位不要再错过 上周我们开始开放报名之后 目前报名情况已经非常踊跃 或许最快今天可能就会额满 所以虽然座位我们已经增加蛮多的 但是也希望各位千万千万 要把握越早定位 对你才会越有入场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回来 温老师要跟各位讲 位数的后市怎么看 以及我们找到了一档 有可能是位数第二的标股 想知道的朋友继续锁定 族群的轮动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的股市 其实已经进入到次族群分类 非常繁细的一个阶段了 我记得我们早期在看盘的时候 从所谓的软体的分类 从八大类股到后来十九大类股 到现在如果你用一些坊间 付费的软体来看的话 有一些产业跟族群的分类 已经可以高达上百种 这代表就是说台湾现在在产业的分类 是越来越细 那越来越细的状况之下 其实聪明的资金 它会找最有效的标的来投资 也就是说真正的赢家大户 一定是做强不做弱的 所以某些类股 当它开始被大户锁定之后 可能就是连续的喷出大涨 你就要赶快跟上脚步 等到你可能注意到这个产业 或个股的时候 再去做好功课 做好准备再上车 可能刚好就是人家丢利多出来 到货了 所以在这种类股当中 轮动的节奏非常重要 那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LED族群 其实很多人在问问老师 LED到底涨完了没有 那上个礼拜我也拿了指标股金电的K线图 把这个功课丢给你们当作 周末思考观察练习题 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过我们来看今天的金电几乎是收在最高点 如果说以日K线上面来说 金电从创高爆量拉回整理 其实你如果从跟均线之间的角度来看 现在金电的半年线在大概38 39附近 这是它半年线的位置 股价距离半年线还相当的遥远 那把K线图稍微放大一点 其实它最近算是在一个区间做整理 或许短线上面并不是说 特别特别让你感觉到强势 因为它也没有涨停 也没有创新高 可是如果你再进一步去跟大盘指数做比较 指数不要忘记 这一波可是下探的半年线 而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金电距离半年线还相当相当的遥远 换句话说 在很多族群像记忆体都已经形成盖头反转 或者说在整个大盘都跌到半年线的状况之下 金电还维持高姿态的横向举行整理 相形波动 代表它的多头还没有结束 这个就是我上礼拜 特别去举了很多族群的指标股 让各位去思考的用意 你要分得清楚什么样的族群 基本上已经涨差不多了 或者根本结束了 但是什么样的族群 它是在酝酿休息下一波的涨势 这种股票你要当然留意 今天的金电收上去 走势非常的强 可是我们手上没有 我们手上没有 但是金电代表的是LED的指标 我们手上反而有的并不是金电 但是可以说比金电还要更强 就是红旗 在今天10点钟不到 就直接攻上了掌灵板 这个算是一个送分题 为什么呢 首先你从位阶上面来看 红旗这波拉回只到了月线就稳住了 它的姿态甚至比金电还要更强 我说了金电是代表这个产业的老大 但老大不一定是最会涨的 那各位看一下红旗 绿色这条线叫做月线 这波只拉回到了月线就稳住了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来比效 它的半年线在这里 大概在14.5附近 这个差距更是相当相当的遥远 所以从线型的比较 线型的结构上面 红旗是更强的 第二个关键点是在于 我们看下面外资的库存 在这一波金电从23.65拉回的过程里面 外资多数时间还是站在买方 而且目前的库存是创下了波段新高 这在近期盘面当中算是相对的少数异类 外资的持股库存还能够逆势再创新高的 那么红旗就是一档这样的个股 现在它的本益比也大概只有20倍 比起金电53倍 只有一半不到 所以相对便宜很多 因此我们尊重金电式的一个好的指标股 也是一档非常重要的观察股 可是我们手上持有的股票比金电更强 这个当然就是魏老师所强调的 选股票在租区里面会涨的一档就够 最强的就好 另外我们看到被动元件 以今天的力敦来说 也很明显的出现强劲的涨势 这一波从创下35块的高点之后 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拉回空间 小小的整理两天之后 今天又转强了 主要的关键就是当然 被动元件目前的指标股 也都还是在多头架构里面 所以这个族群还没有涨完 当然看墙看指标 但是操作要考虑的是 谁将来上面的空间更大 所以被动元件 你当然可以观察国具 甚至是华兴客的走势 因为这个叫做指标股 那族群会不会抢看指标股 可是操作不一定是买指标股 因为未必涨幅更大 所以以利敦来说 他后面有两大股东 一个是利隆店 电隆的利隆店 一个是中国最大的铝箔厂 东阳光 所以他的董坚持股 非常的集中 再加上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铝箔厂 已经关了很多的小厂 陆陆续续退出市场 让整个市场的供需出现了反转 供不应求的盛况再度出现 这个对利敦来说是非常的有利基 加上今年前三季就赚了两块钱 本益比到目前还不到15倍 比起被动元件的一军的龙头 30倍的本益比 相对来看 如果不要说他本益比也一样反应到30倍 你光往20倍或25倍去做反应 股价波段上面都应该要再有持续走高的空间 所以我们认为这边股价自然是欲小不易 另外几档看好的个股方向没有太大改变 以后再来跟各位慢慢聊 包含像环宇 还有像联军 以及金财 真正来说 其实2018年的一些强势股 已经慢慢在酝酿当中了 或许各位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手上的股票都在走跌 该怎么办 指数涨不动该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帮各位一次解决你所有烦恼 你有持股的问题 你今天把电话拨通 我们帮你来解决 告诉你哪些股票该留 哪些股票一定要换 你不要股票该卖的没卖 变成套老长期住套房 现在是27年来的指数高点 你不要随随便便住进套房 有可能一套搞不好套你10年20年 当然你也很想知道 哪些股票真的还可以再报的 不要说你一卖刚好卖最低一点 那真的会气到欧死 气到吐血 股票真的是不要出在最低一点 所以要不要做转换 你来找我来告诉你 除此之外很多人看到 像今天位数又创高 这一波的位数 10月进场的朋友已经大赚了7成 今年8月跟着卫养师操作的朋友 三个月已经获利几乎就达到两倍 当然掌握这边我当然不鼓励你去追高位数 我刚才前面有预告到 我们目前已经发现到2018年 有机会复制位数走势的一档个股 非常有转积性 现在价位只有一指头 十几块新的团队 而且公司有发展新的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我要保留给 支持卫养老师的朋友 这一档一指头的标股 你来会场 我们好好来讨论 如何打开标股长保读 礼拜六礼拜天 本周三场讲座 最后的倒数 欢迎各位立刻来电预约座位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